欢迎大家收看洛杉矶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特雷伯恩市发生的正面相撞事故中 两名驾驶人居遇难 边境越境激增引发美国政治动荡 圣诞节的意义和其他温暖的回忆 信件 揭示了世界上最酷的社区 索菲·温克尔曼透露 伊丽莎白女王告诉我要游泳来治疗我的车祸伤事 请大家收看 在特雷伯恩市发生的正面相撞事故中 两名驾驶人居遇难 雅虎 路易斯安那州猴马市的两名司机 在LA-182上发生的正面相撞事故中丧生 39岁的梅丽莎 斯特利和28岁的邓肯 普伦蒂斯在斯特利的福特F350 撞上普伦蒂斯的福特F150后双双丧生 两辆车翻车并起火 事故发生在LA-182附近的 Sugar Ridge Drive附近 斯特利越过中心线的原因仍在调查中 两名司机在事故现场不治身亡 边境越境激增引发美国政治动荡 金融时报 美国南部边境涌入的移民潮引发了华盛顿对移民政策的政治冲突 截至2022年9月底的12个月里 美国当局报告称 在墨西哥边境发生了创纪录的250万次遭遇 比前一年的240万次增加 共和党指责乔拜登总统未能控制边境 而民主党则认为共和党利用这个问题谋取政治利益 这个问题已经使国会陷入瘫痪 拜登通过外援计划的努力被共和党要求限制庇护和假释政策所阻碍 移民越境人数的急剧增加部分是由于全球政治和经济不稳定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数量从2019年的3000万增加到2022年中的4300万 拜登已经放弃了他的前任唐纳德 特朗普对移民的强硬立场 扩大了庇护和人道假释政策 然而 他的较为温和的做法引发了南部各州和共和党议员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边境现在是敞开的 甚至纽约市也感受到了压力 市长埃里克 亚当斯宣布该是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承受极限 处理和支持越来越多的移民的成本给市政资源带来了压力 纽约市已经在移民危机上花费了超过27亿美元 并预计到2025年9月底成本将达到120亿美元 两党的州长都感到沮丧和愤怒 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州长下令向边境派遣2500名国民警卫队员 以应对无法遏制的人道危机 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州长指责拜登故意不作为 并签署了允许地方执法机构逮捕非法入境者的立法 圣诞节的意义和其他温暖的回忆 信件 多伦多星报 多伦多星报的读者分享了他们的圣诞节回忆和传统 有人记得他的家人在圣诞早上把耶稣放在马草里后 会唱生日快乐歌给他听 还有人分享了他有一年忘记给一个表兄弟送礼物的故事 但很快就证了错误 还有一个人感激他们的孙女 尽管住得很远 但他确保他们参与家庭庆祝活动 一位读者记得他们从西西里移民来的家人 会在一个小公寓里与其他30个家庭成员一起庆祝圣诞夜 而另一位读者则分享了一个关于世界领导人 举办圣诞音乐会的幽默梦境 多伦多星报要求读者分享他们的圣诞节回忆和传统 这些回应展示了人们庆祝节日的多样而有意义的方式 揭示了世界上最酷的社区 英国独立报 Town Out杂志发布了2023年 全球最酷社区的年度榜单 该排名是根据对12000名受访者的调查 以及社区和社交企业 开放绿地的可及性 以及繁荣的街头生活等因素编制的 前十名最酷社区分别是 哥伦比亚迈德林的劳雷莱斯社区 爱尔兰渡国林的史密斯菲尔德社区 西班牙马德里的卡拉班切尔社区 丹拜哥本哈根的哈佛能区 香港的上环社区 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布伦斯维克东区 美国新尔良的中城社区 意大利米兰的伊索拉社区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阿姆斯特丹西区 以及日本东京的复古社区 英国表现最好的是利物浦的波罗的海三角区 排名第十一位 索菲·温克尔曼透露 伊丽莎白女王告诉我要游泳 来治疗我的车祸伤势 英国每日电讯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允许了肯特公爵 和公爵夫人的儿媳 索菲·温克曼在白金汉宫的游泳池中康复 她在2017年的一次车祸中严重受伤 女王在听说游泳有助于治疗马匹的背部骨折后 提出了这个建议 温克曼还得到了其他皇室成员的帮助 包括查尔斯王子威廉王子和Wessex伯爵夫人Sophie 温克曼已经完全康复 并恢复了她的演艺事业 爱尔南德斯 大古祥评如何激励山本异信成为到期 雅虎 大古祥评没有参加山本异信的介绍性新闻发布会 但她不必参加 听听山本说的话 大古无处不再从今天开始 山本用日语说 从最真实的意义上讲 我必须停止欣赏 妖旗橄榄球正在流行 并将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亮相 甚至可能与NFL球员一起亮相 多伦多星报 妖旗橄榄球已被添加到 2028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的项目中 这项非接触式运动将在50码的场地上 进行5对5的比赛 罗雷斯·Diana Flores引领女子 妖旗橄榄球在国际上取得进展 美联社 妖旗橄榄球将被列入2028年的奥运会 美国女队有望挑战美国在这项运动中的统治地位 墨西哥女队在阿拉巴马州举行的2022年世界运动会决赛中以39-6 击败美国队 而美国队在7月的每周锦标赛上以26-21的比分获得金牌 美国女队是两届未免世界冠军 但比赛预计将在2024年在芬兰举行的下一届比赛中开放 奥利福·埃弗里特 上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位皇家图书馆馆长和戴安娜王菲的私人历数 复告 英国每日电讯 温莎城堡前皇家图书馆馆长奥利福 埃弗里特去世 享年80岁 埃弗里特负责监督皇家图书馆和皇家档案馆 并居住在温莎城堡内皇家马厩附近的一座房子里 他直接与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打交道 他们希望代表女王的私人历数查阅皇家档案 埃弗里特被描述为乐于助人 鼓励他人 并得到了希拉 德·贝拉伊格的支持 他的职业生涯多样 曾在外交部工作 并担任威尔士亲王 和威尔士公主的私人秘书 埃弗里特深受查尔斯王子的喜爱 并陪同他参加了许多活动 后来 他成为副皇家图书馆馆长 并最终接替罗宾 迈克沃斯·杨出任皇家图书馆馆长 在任期间 他监督了女王画廊的展览 并从皇家档案中挑选物品来招待女王复活节 平院的客人 退休后 埃弗里特成为一位引人入胜的讲师 就皇家图书馆的珍宝和乔治三世 维多利亚女王等君主的文化兴趣等各种主题发表演讲 夭旗橄榄球为女球员提供了社区意识奖学金选择 并很快在奥运会上获得了机会 多伦多星报 女子夭旗橄榄球在美国呈上升趋势 目前有八个州在大学级别提供这项运动 此外 列业级别的女球员现在可以获得大学奖学金 NFL也支持夭旗橄榄球 这项运动将被列入2028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 美国和墨西哥在女子方面 已经有了激烈的竞争 这项运动正在经历爆炸性增长 2014年至2022年间 6至12岁女孩的参与率增加了178% 2021年和2022年 该年龄段的女孩超过11万2000人参加腰旗橄榄球 这项运动被视为激励下一代女子腰旗橄榄球运动员的一种方式 希望将这项运动纳入奥运会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其知名度 巴黎的斯特拉特福撼动了一座陷入困境的城市 英国每日电讯 据福布斯报道 将与2024年举办奥运会的巴黎郊区正在经历重大的基础设施重建 大巴黎快线项目计划增加进出巴黎的地铁线路数量 从14号线地铁的北沿线开始 该项目旨在柔化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对比 普莱恩公社的大都市包括圣诞尼 圣旺 奥贝维利耶 圣诞尼岛和拉库尔纳夫的北郊 在奥运会前夕取得了最大的发展 皮尔斯 布鲁斯南 皮尔斯 布鲁斯南 因擅自闯入黄石温泉而出庭 英国每日电讯 皮尔斯 布鲁斯南 皮尔斯 布鲁斯南 正面临擅自闯入黄石国家公园禁区的指控 这位前詹姆斯 邦德 James Bond 明星被指控离开指定的路径 以近距离观察公园的热区猛马梯田 Mammoth Terraces 如果被判有罪 布鲁斯南可能面临长达6个月的监禁 和最高5000美元的罚款 黄石国家公园 以其温泉而闻名 其温度可达92摄氏度 公园建议游客留在指定的小径和木板路上 因为温泉会导致严重或致命的灼伤 国王队在肯佩的两球表现之后 访问黄金骑士队 美联社 洛杉矶国王队将在太平洋赛区的比赛中 对阵拉斯维加斯黄金骑士队 黄金骑士队的总战绩为21胜10负5负 对阵太平洋赛区的战绩 为8胜3贫2负 而国王队的总战绩为20胜7贫4负 太平洋赛区比赛的战绩为6胜1贫1负 国王队以4-1的比分赢得了两队的最后一次交锋 威廉 卡尔森和乔纳森 马尔凯索是黄金骑士队表现最好的球员 而安泽 科皮塔尔和特雷福 摩尔则是国王队的领头羊 大卫 奥利福 利润 亏损和底线 以下是2024年值得关注的5只加拿大股票 多伦多新报 预计2024年表现良好的加拿大股票包括 Inbridge Canadian Tire West Fraser Timber Telus 和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 Inbridge 是一家以增长为导向的公用事业公司 正在投资收购和管道升级 尽管对经济衰退和高利率感到担忧 但Inbridge 仍然致力于可再生能源 并预计明年 其核心利润将增加 Canadian Tire的股价打折 但预计 该公司将受益于消费者支出的复苏 West Fraser Timber 压住美国房地产市场强劲复苏 而Telus 正在产生令人印象深刻的用户增长 并有望在利润方面反弹 加拿大皇家银行 正在等待批准收购加拿大汇丰银行 HSBC Bank Canada 此举将带来新客户并提高利润 但它可能需要摆脱表现不佳的 City National Bank 以改善其整体业绩 我皱起眉头 在一次全球口哨比赛中 亲吻了我十几岁的讽刺告别 加拿大CBC 作者讲述了 他与女儿一起参加音乐吹口哨大师比赛的经历 最初 作者和他的女儿认为 比赛是一项轻松愉快的活动 但很快他们发现自己认真对待这项活动 甚至寻求指导 以提高他们的口哨技巧 作者反思了 自己以讽刺和超然的态度对待生活的倾向 但发现参加比赛 并见证其他参赛者的才华和奉献精神 让他放下了讽刺的盔甲 最终作者和他的女儿都获得了各自类别的奖牌 作者意识到深切关心某事的重要性 即使他感觉很愚蠢或脆弱 他得出的结论是 要找到真正重要的东西 就必须有点傻 亲爱的观众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地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和讨论 今天的新闻涵盖了各个领域 从悲伤的车祸事故到移民问题 再到圣诞节的温馨回忆和罪库社区的榜单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新闻内容 首先 我们了解到在特雷伯恩市发生的正面相撞事故中 两名驾驶人不幸遇难 这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 提醒我们在驾驶时要格外小心 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接下来 我们关注到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 引发了政治冲突 移民潮的激增使得华盛顿陷入了混乱 两党就移民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这个问题涉及到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 以及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数量的增加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来解决 在这个喜庆的季节里 我们也分享了读者们的圣诞节回忆和传统 展示了人们庆祝节日的多样性和意义 圣诞节是一个让人们团聚 分享爱和温暖的时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方式来庆祝这个节日 此外 我们还了解到 Timeout杂志发布了2023年 全球最酷社区的榜单 其中包括哥伦比亚 爱尔兰 西班牙 丹麦 香港 澳大利亚 美国 意大利 荷兰 和日本的社区 这个榜单展示了世界各地的社区 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和吸引力 在其他新闻中 我们得知英国女王允许了一位车祸受伤的女士 在白金汉宫的游泳池中康复 这个故事展示了皇室的关怀和支持 也提醒我们 在困难时刻 我们都可以相互帮助和支持 在体育方面 我们了解到 邀奇橄榄球将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亮相 邀奇橄榄球是一项飞机初始运动 目前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 这将是一项令人兴奋的运动 让我们期待在奥运会上 看到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们的精彩表现 最后 我们了解到 一位资深图书馆馆长去世的消息 他对皇家图书馆的贡献 和文化兴趣的分享 让人难以忘怀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频繁的事物 也可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总结和分析 我希望能够通过幽默和轻松的方式 给大家带来新闻内容 现在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对这些新闻的看法和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也订阅这些人